近日热播的韩国古装电视剧绿豆传开始以还原方式演绎韩国历史 而对于真实的还原主要体现在封建观念上 从电视剧的各个细节可以反映出 古时候朝鲜皇室的斗争之惨烈 官场的变幻莫测与人们思想之封建 在古代人眼里被剪掉头发就是在侮辱其父母 这一观点还原的很真实 其次女子不能再婚的观念是当时大家公认的 所以会形成寡妇村 更不能从事像是男人一样的商业活动与政治活动 而皇帝的角色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 所以为了不威胁他的地位 他杀掉了一切想要与自己争权的人 不得不说从本剧一开始就透露出社会的黑暗 这部剧在还原度上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菲菲娱乐 时时报道